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鱼甲煲菇菇菇汤 这里有一截半鱼甲 有一块瘦肉 羊肚菌 基虫蛹 有猴头菇 还有虫草花 有几粒去核的红棕 毛花果 有几片姜 现在先洗一下菇 这些羊肚菇我已经洗净了 水都可以用 这些菇菇我还没洗 现在洗一下 剪后不如在钉上剪 它就不会碎了 剪一小块一小块 多洗几次 洗净后用一点清水浸浸浸 剪一小块 好了 再处理瘦肉 瘦肉洗净了 瘦肉洗净了 现在切一下 瘦肉切成一小块 小小块 就可以了 洗一下外面 洗干净 鱼饼的液也要洗干净 把颗切出来 先把头切成 开开 小心一点 要清洗 鱼盖皮 剥干净 只要脖子就可以了 沾在胶底下 它不会缩 排好 把骨头切成 骨头贴着骨 先拌好 把骨头切成 斜斜 剥开鱼盖 就看到里面有什么 这鱼盖 这边有肺 这边没有肺 要刮走它 鱼盖的腰 就像鸡一样 要刮走它 这些是腥的 这个也有的 它藏在骨架里面 它藏在里面 切走它 稍后用水洗干净 肥膏 淋巴等 切干净 鱼盖 鱼盖 鱼盖皮 有些油 有些肥的 切掉 清洗鱼盖 鱼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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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菇菇 已经洗干净了 可以直接放进去 这些菇菇水 我是第二道的 可以要回去 那些羊肚菇也是 第一道上我都没有要 这些羊肚菇 可以放进去 我们定定底 不知道它有没有 沙 应该就没有了 我洗得很干净 定定底 放点鱼盖 放入鱼盖 并把鱼盖 放入鱼盖 加入鱼盖 鱼盖 瘦鱼盖 滚了之后 有些泡 把它撕起来 现在 现在没干净了, 已经没东西出来了 不要滚太久, 太久的甜味就好了 我就不用它, 直接拌下去就可以了 就是煲水, 直接拌下去 我们加入水 我们师傅, 材料有多少, 多少人喝 一般放水, 浸过的材料, 松松冻冻就可以了 我们着火, 大火煮滚 小火煮一个半钟就可以了 盖上盖 中小火煮了15分钟 现在调小火, 给火头就可以了 现在煮汤, 粥煮一个半钟 很香 水分也刚刚好 加1.1茶匙盐 关火 然后把它捕起身 这些鱼鸡是不粗糙的, 很漂亮 是很香的, 就这样点死又吃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菇菌汤主要是强身健体, 增强免疫力 挺好的 哇, 好清甜 今天的鱼鸡菇菌汤就完成了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